高小科学教育第七集 风暴和旋风 雷暴和龙卷风 你知道雷暴和气旋是如何形成的吗? 不,我不知道 您能告诉我更多吗? 炎热潮湿的热带地区经常出现雷暴 气温上升会产生强烈的上升风 风越来越大会发生什么事? 上升的风将水滴吹向上方 在那里它们冻结 然后再次落下 下落的水滴随着空气的上升而快速移动 产生闪电和声音 我们称之为雷暴 这真的很有趣 雷暴如何变成气旋呢? 当水蒸气以雨滴的形式变回一态时 它会向大气释放热量 周围空气变暖导致空气上升 造成压力下降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更多的空气涌向风暴中心 重复这个循环 这一系列事件以及低压系统的形成而结束 周围有非常高速的风 我们称之为气旋 气旋造成的破坏 气旋产生的强风会将水推向海岸 即使风暴距离数百公里 这会产生人无法克服的强大波浪 哇,这真的很危险 气旋期间还会发生什么事? 旋风眼内的低压可以抬升中心的水面 创造一个向海岸移动的水墙 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洪水和低洼沿海地区的破坏 听起来很可怕 旋风还有哪些影响? 持续强降与使洪涝灾害情势进一步恶化 高速风会损坏房屋、通讯系统和树木 导致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 太糟糕了 我没有意识到旋风的破坏力如此之大 是的,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飓风也可以在气旋内形成 它们的移动速度可达每小时300公里 造成更大的破坏 有效的安全措施 你是否知道在飓风期间 有有效的安全措施来保护人们? 不,我不知道 这是什么 嗯,有气旋预报和预警服务 可以向政府、港口、渔民和公众 发出气旋即将逼近的警报 很高兴知道这一点 它们如何传达警告? 它们利用网络、电视和广播等 快速通讯方式快速传播讯息 那太棒了 在旋风期间 人们可以做什么来确保安全呢? 重要的是人们不要忽视警告并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例如保护它们的家园并避免道路被洪水淹没 有道理 人们还应该采取哪些其他预防措施呢? 应除存饮用水 避免接触潮湿的开关和电线 并配合救援工作 先进技术有帮助 上世纪初 沿海居民可能不到一天的时间 未即将到来的飓风做好准备或撤离家园 哇,那一定非常可怕 现在有什么不同? 使用卫星和雷达 可在任何预期风暴发生前48小时发布气旋警报或气旋监视 并提前24小时发布旋风警报 太棒了 讯息广播多久发一次? 当气旋靠近海岸时 该讯息每小时或半小时广播一次 这真的很有帮助 谁负责监测这些与气旋相关的灾害呢? 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合作监测与气旋相关的灾害 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阅